魏无羡和蓝网机了结了一程里的事情 赤芬尊的尸身已经重见天日 只剩下找到头颅就能彻底确认赤芬尊的身份 而且随着尸体拼接完成 赤芬尊当年离奇的暴体而亡 还有之后尸体消失无影无踪的真相就被解开 而且随着距离真相越来越近 魏无羡和蓝网机也觉得 随着赤芬尊死因的揭开 魏无羡十六年前被冤屈的真相也会被揭开 而且这里面还渐渐牵扯到了小星城的事情 所以魏无羡和蓝网机从一程出来后 更觉得责无旁贷 非要追查出真相不可 所以蓝网机提议 想要跟魏英跟他去金陵台 一起参加蓝陵金市的星坛会 金陵台这个地方 魏无羡其实是不愿意去的 这里给他留下了太多不好的回忆 从前他在这里被众家排起声讨 这里曾经也是师姐江彦离的家 可是因为魏无羡的原因 接接回到了江彦离一家 最后只设下个孤零零的精灵 而且魏无羡曾经拼死相获得温室几十口人 包括温情 也都尽数丧命于金陵台 魏英前世的悲剧 跟这个地方一直有莫名分不开的联系 所以魏无羡内心对金陵台其实是抵触的 他是不愿意去金陵台的 可是真相极大查证 又是韩光君屈尊相邀 魏无羡只能硬着头皮 以莫宣宇的身份 跟在蓝王纪的身后去了金陵台 还好没有被认出来 还好江城并未当众让他难堪 只是魏英很好奇 这个莫玄宇之前在金陵台到底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为何金陵台每个人看他的眼光都如此奇怪 所以他想去打探一番 于是就在金陵台的后院里遇到了金陵 叫金陵打完架以后 这对救生关系莫名拉近了不少 就在金陵想要问魏无羡到后院的原因的时候 魏无羡却及时堵住了金陵的嘴 那么莫玄宇之前纠缠金光阳夫人情愫的事情 在金陵台都是人尽皆知的 金陵即便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吧 可魏无羡为何还是那么紧张呢 他到底害怕金陵说出来什么呢 他到底在担心谁听到金陵的胡言乱语呢 其实电视剧里这样做了改编 原著里不是莫玄宇纠缠情愫 而是纠缠金光阳 但大概也不是真的 而是莫玄宇知道了一些真相 几次跟金光瑶对峙博弈 加上金光瑶的引导 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就变成了莫玄宇有断秀之辟 纠缠金光瑶才被赶出了蓝陵金市 但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 毕竟这个事情 在蓝陵金市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魏无羡及时出手堵住精灵的嘴 上演了一幕旧神之间相爱相杀 又互相嫌弃的搞笑戏份 其实魏无羡是担心被蓝王机听到这些话 原著里魏无羡前脚去打听事情 后脚蓝王机就出去找人了 而且躲在角落 将精灵和微音的对话都听去了 尤其是魏无羡说的什么 他已经疑心别恋了 什么韩光君才是他的理想类型之类的 躲在暗处的蓝王机听到这些话 内心觉得无比韵贴和受用 其实魏无羡怎么会不知道 蓝王机就在附近呢 十六年后从他回来 从他跟蓝王机待在一起后 蓝王机对他几乎是寸步不离 就连见温灵都得趁着蓝战醉球 剑份插针匆匆见一面 老祖堵住精灵的嘴 就是怕精灵说出什么不得了的话 被蓝战听了去 不得不说 依灵老祖这满满的求生运 还是很可以的 不为别的 起码要为他以后的老妖着想啊 是不是 他家那位 可是文明天下的醋坛子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选的 无论怎样都得宠着啊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情令 江燕离没有说清楚的这件事 成了魏无羡与江城疏离的原因 师姐是魏无羡和江城最亲的人 同时也是他们俩的精神支柱 只要她在 云末双结就在 他们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分享快乐 一起承担困难 莲花屋被涂 三个人被迫颠沛流离 但无论前路多凶险 三个人的心都紧紧地连在一起 甚至为了对方都可以献出生命 但是他们之间 仍然有一些没有说明的事 比如江燕离的心里 一直隐瞒着一件事 因为金子轩的死 百家寻起攻击魏无羡 在不夜天城 魏无羡大战悬门修士 混战之中 江燕离冒着生命危险去找魏无羡 却被突袭魏无羡的修士赐死 临死之前 她苦苦挣扎着 想把生前一直欲言又止的话说出来 可惜 最终还没等她说出来就下线了 她的离开 成了三个人一生的遗憾 世界上有一些事 总觉得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完成 可真的离开那天才发现 有一些想说的话 并没有机会说出来 想做的事 再也没有机会去做了 其实魏无羡自从乱葬岗回来以后 与江燕离的关系 就与往常不同了 江燕离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 对魏无羡说 魏无羡和江燕离姐弟俩一起长大 她是世界上最了解这两个弟弟的人 江燕和魏英从小对到大 但是心底里的那份亲情 却比海还深 她不希望因为外界的原因 导致两个人反目 可正因为她的沉默 她的早逝 导致江城恨了魏无羡大半生 咬嚼切齿地骂了魏无羡十多年 那么江燕离到底藏了一句什么话 导致这两个亲如兄弟的人 关系变得如此尴尬 江燕离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子 对外人尚起宽容 对自己亲如兄弟的魏无羡会隐瞒什么呢 早在魏无羡修习轨道述法 从乱葬岗回来后 江燕离就因为魏无羡的变化而担忧过 但是她当时只说了一句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三个人才是最亲的人 至于真正的想法 她还是没有说出来 其实她当时说这句话是想表达 在她心目中 魏无羡、江城 他们三个人才是至亲 无论何时都要相信对方 或者对方 永远不要分开 但是她不了解 当时魏无羡的内心十分脆弱 十分敏感 她需要家人百分之百地呵护与信任 可江城不懂 江燕离不会安慰 所以他们三个人的心理 隔阂越来越大 魏无羡误杀了金子轩以后 江燕离非常伤心 对魏无羡也是有些恨意的 但是如她所说 他们三个才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能怨对方 而她也用生命证明了这句话 在别人拔剑暗算魏无羡的时候 用身体挡住危险 只可惜这一刻 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了 很多人不明白 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她跑过来想做什么 好像除了添乱没有一点意义 但这句话 对江城和魏无羡是有意义的 只是她到死都没有能说出来 江燕离之所以拼死在混战中找魏无羡 是想对她说 江城和她是兄弟 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 江城心里还是在意魏无羡的 她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好如初 一起去面对外界的流言 将云梦江市管理好 只有他们俩团结一致 江甲才能越来越好 可是这些话 她一直想说 却一直没有说 所以导致江城和魏无羡这对兄弟俩的关系 越来越远 江湖怨恨了数十年 越来越复心了 太窝了 就会 阳